固执法门越殊胜 世间人就越难行 尤其是尽重 修行的方法简单 容易 人人都能修 男女老少 所以三根仆贝 立顿全数 不认识自己 现在讲没有文化的也行啊 只要他真信 条件就这么简单 真一信 真一想去 真一想去就是发愿的 真念 这三个真 真信 真想去 真肯定 他就能往生 而且时间快 我们从净土深陷路 从往生转上去看 差不多一半以上 时间三年 这不是偶然 哪有那么巧 三年寿命就到了 我不相信这个话 那什么原因呢 他有寿命不要了 像迎寇法斯 他还有十年寿命 不要了 我现在就要去 阿弥陀佛就带他走了 我相信这样的人 占很大多数 为什么 这个时间生活的太苦了 真正修行成就的人 都是生活非常贫苦 为什么 他对时间没有留念 富贵仁修佛 知道这个好 天天念几万圣佛好 走不了 为什么呢 放不下 亲情放不下 富贵放不下 所以让他不能真理求我 贫穷的人容易放下 所以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做实现 什么都没有 三一一步 日中一时 树下一休 叫他往生极乐世界 他有什么放不下 所以他去得那么容易 去得那么潇洒 细心去观察 去想想 不是没有道理 阿弥陀佛 那我们在这个时间 要想快速成就 一定要放下 一定要看破 我们的成就 不难 念佛人 生活 越清苦 越好 生活过得太舒服了 难分难失 这是真的 所以我们得想清楚 是不是真的想走 真的想走 吃一点苦好 对这个 世界 在这些流泪 会大幅度的减轻 对于我们往生 更有利 会大幅度的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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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大幅度的减轻